我講過,我們在模擬器裡面建了資料庫 建了四個,另外兩個請各位自行建立起來 建立完畢之後,我要怎麼樣把這四個手勢資料庫從哪裡呢? 從我的模擬器裡面把它抓出來 特別注意,第一個請各位把它縮小 到DDMS,這個DDMS本來可能不在外面,應該在這個裡面會有一個DDMS 你從這邊進來,如果你進來第一次的話,它會自動幫你放在這裡 OK,那我們把它點下去,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切換到DDMS模式 左邊這邊就是我們的模擬器,模擬器的主機就在這裡 所以請你第一步一定要點它一下 那假如說你有自己的手機的話,會出現在下面 如果有好幾支手機的話,會出現好幾個 你如果要存取他們的東西的話,就點它就可以 那點完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再來往這邊看一下,有一個叫File Explorer 這個File Explorer就是有點像是檔案總管 手機的檔案總管 如果說今天你要把手勢資料庫抓出來的話 第一個,請你看到File Explorer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話,會有一個Mount MNT 其實Mount有沒有,如果你們有用Linux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Mount 因為那個Mount你才可以掛載 它的概念就跟Linux一樣 那我們那個SD card的話,也在Mount裡面 或者是在外面,也有可能有些模擬器是在外面 就本身就會有一個SD card